北京网讯今年12月 英国一对情侣在约会软件班宝上相识首次通话后的第二天 他们就决定结婚圣诞节前夕 34岁的Sarah Elliott和36岁的Paul Edwards第一次在盖特威克机场见面 他们穿着全套的结婚礼服登上了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准备结婚 他们预定了美高梅大酒店作为结婚场地 虽然Sarah承认这个想法是疯狂的 但他们俩都决心坚持到底 我觉得保罗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我通常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 但所有的规则都被抛弃了 来自腾罗里奇维尔斯的Sarah说到两人之前都结过婚 Sarah的前一段婚姻只持续了六个月 而Paul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三岁 一个十五岁 她还没有把她新婚妻子的事告诉他们 Sarah描述了 他们是如何相遇 并最终决定结婚的 我看到了她的个人资料 觉得她看起来很好 很喜欢她写的关于海诚的文章 我们配对后我给她发了条短信 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 聊得非常愉快 我不记得是谁提出来的 但我们其中一个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 也许我们应该结婚另一个人说是的 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 然后就这样决定了 在盖特威克机场 Paul送给Sarah一束花 让她大吃一惊 她买了一枚 箱有六颗钻石的戒指 单膝跪下向Sarah求了婚 他们飞行了十一个小时后 到达了拉斯维加斯 我虽然很害怕 但没有临阵退缩 Sarah说我们在美高梅结婚 我的婚纱太棒了 婚礼太棒了 牧师太棒了 Paul则说 他们两是命中注定的精神伴侣 编译Sherly 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全数证明与本网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